你们的退游哥今天又要退游了 而退游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长得像个智政 但又不是智政匹的鲤鱼鸡小锦 所以说获取的方式 和之前的杂金蛋的方式一样 但是这九次内必得 也还真就九次内必得呗 刚好上一次抽大翅膀 还剩一点蛋壁 想要把这小家伙抽回家 想必肯定是够了 呃不过 每次蛋仔出这种杂金蛋皮肤时 网上总会是有各种杂蛋小技巧 而这次不一样了 这回是杂灯笼小技巧 什么N型杂灯笼呀 三角型杂灯笼 以及什么精准V型杂灯笼 依我看这些旁门左道 放屁 纯属放屁 也就是忽悠忽悠每次都保底的小蛋仔罢了 而像我这种浑身散发着欧黄气息的蛋仔 那可是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杂灯的小技巧 顾名思义就是全杂一遍 好那么好 既然是杂灯笼 那这第一丑 首选的肯定是信誉数字啊 我的信誉数字是六 那就第六个吧 你好 呃很显然 肯定是我的信誉数字错了 要我说 那肯定得是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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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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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